从院内到院外 从高端人士到普通大众 精准打击人们癌症焦虑的 癌症早筛市场产业和资本热度 已经全面升温 3月6日 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肿瘤医院院厂 于静明提案 将肿瘤筛查纳入医保 网上留言纷纷称 这才是真心 为老百姓助想 半个多月前 医药圈被另一条 癌症筛查的新闻刷屏了 这是诺辉健康在去年11月 其肠癌筛查产品肠胃轻 拿到国家药监局的 中国癌症早筛第一症 现在则是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 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 457万例 死亡病例300万例 占全球癌症死亡总人数30% 中国每分钟有7.5人 被确诊为癌症 中国已经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 美国研究表明 1975年到2014年 美国大肠癌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明显降低 两级预防的癌症筛查 起了超过53%的作用 在国内 普及度高的大便隐血检测 作为肠癌筛查 虽然操作方便 无创 非侵入 价格便宜 但利民度有限 只有60%多 肠镜检查 是经标准 准确率高 但具有侵入性创伤 现在癌症早筛领域 增加了两家主要公司 诺会健康 和康利民生物 推出的肠胃清和肠安心 截至肠癌 就这样成为了 癌症早筛 这个蓝海市场里的 一条黄金赛道 从几十元的大便隐血 到几百元的肠镜检查 到市场售价 在每合1996元 一年检测一次的肠胃清 无疑是一场 不小的消费升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chio借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